拉塔马帮是卢孤湖畔最后一只马帮 马帮中的赶马人叫马饺子 这次我们将用两天一夜的高山骑游山野扎营 深度体验传统马帮生活 大家好,我是中心圣王立文 我现在位于四川省梁山卢孤湖镇的山路上面 今天来自咱们卢孤湖镇中安村马帮的队场 杨直之杨老师将带领我们共同感受马帮的传统生活 杨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 我是热水 目的地是海拔3800米的牛窝子山顶 出发前,摩索赶马人会准备好肉、土豆等特色食物 在交通互流不变的年代 一代的马帮人依靠非凡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走南闯北,把卢孤湖和外界连接 2017年秋天 杨直之等七名卢孤湖镇中华村摩索汉子 趁着旅游业发展的东风 在建拉塔马帮 与传统的货运马帮不同 新世拉塔马帮以载客骑游为主 探索了一条将传统马帮文化与现代旅游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山野扎营途中有许多困难 最惊险的要属吸血的马皇 不仅人受不了 马和骡子也受不了 现在咱们的马帮来到了一片草原上面 我们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息 吃一点东西 然后也让马吃一下草 接下来再继续前行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草原 从小在湖畔长大的马小子们熟悉地形 开辟了湖畔走马 山野扎营两条西游路线 湖畔走马约三小时 四季皆宜 需要两天一夜的山野扎营 则只适合夏秋季 在凉山中森林防火期截止 邋遢马帮便带着游客高山骑游 这次我们将抵达能俯瞰 卢孤湖全景的无人牛窝子山顶 扎营过夜 支杖作范 这是从家里带来的辣排骨 肉特别的多 很鲜嫩 很香 以前马小子为了赶路 尝尝几枚土豆就算一顿 如今方便携带的土豆 随处可见的山中野菜 配上家中带来的肉 眨眼间就能变成令人蝉咸的山珍晚宴 这是什么 吃不了吗 吃不了 不好的 丢了 哎 这里有个好蛋 这是什么 明知 在山中摸爬滚打习惯了的马小子们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 他们不仅能徒手驱除马黄 还会教游客如何选速营地 变天时地 采菜时果 找草味料 克服暴雨 冰雹等恶劣天气 运达总是不会 在这里 运达西在下这里 那我们今天下不下雨哦 今天不会下雨 看以后转眼 以往的旅游忘记 马帮成员日均收入最高能达到500元人民币 疫情影响下今年还没有接到游客 57岁的队长杨芷芝忧心忡忡 离他做大做强 让全村致富的目标还远 今年4月 在马帮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摩索人马帮习俗 被正式列入梁山州第七批 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名单 坚定了成员们的信心 在湾园曲折的山路上 马饺子依旧用悠扬的赶马吊 打发着行路的寂寞 拉塔马帮作为一代摩索人 与马帮情节的缩影 依旧在湖畔牵手着 跋涉着 传奇着